丧尸爆发时 狗在寝室的我高烧不退 夜里分手了一个月的前男友发来视频 周周你看上去好好吃 他双眼心红像喝了假酒 直到一个丧尸从他身边走过 将他视为空气 我才突然意识到 曾经他是我惦记的白月光 现在我是他惦记的一栋口粮 正文开始 今天天气很好 满满的阳光和希望 只可惜这是丧尸爆发的第三天 我一个人狗在寝室高烧不退 救命 啊啊啊啊啊啊啊 吃人了 安静的清晨被惊呼声打破 很快凌乱的脚步声蜂拥而至 我寝室的门被砸得框框响 周周开门 门外传来我前男友温宁的声音 以及低声的嘶吼 他一下又一下撞击着大门 力道之大 像是不知疼痛和疲惫 没几下 门上便隐约凸显出一个人形 我知道 门外呼喊我的 已经不是我前男友温宁 而是一句丧尸 我快速拖来衣柜和桌子 将门挡住 胡乱收了一束包东西 跑进卫生间 哄 几乎是在我反锁卫生间门的同一瞬 寝室大门被温宁撞开 卫生间里没有什么能用来做阻挡物的 我抱紧拖拔 用身体死死对住门 喝 喝 喝 门外传来温宁的声音 和其他丧尸的低吼 我努力平息自己急促的呼吸 心脏却越来越不受控的剧烈狂跳 预想中 撞门的声响没有传来 丧尸的低吼声也渐远 一片寂静 一道冰冷又黏腻的感觉 从背脊传来 我浑身一颤 惊起一身鸡皮疙瘩 片刻愣神的功夫 温宁已经站在我的身旁 她从哪进来的 她贴着我的耳朵 气息阴冷 周周 你好香 温宁脸色苍白 神色变得有些诡异 毛子也逐渐染上星红 我想跑 身体却像是被毒蛇缠住般无法动弹 下一秒 温宁的脑袋已经搭在了我的肩头 周周 你看上去好好吃 死 剧痛从脖子传来 我甚至听到温宁贪婪吞噬血液的声音 该死的温宁 明明是你说的分手 做丧尸了 还不放过 强烈的痛感让我瞬间清醒 我深吸一口气 吃痛的摸了摸脖子 没有伤口 空荡荡的寝室里只有我一个人 寝室大门被柜子和桌子挡得结结实实 枕边的水果刀还在 我睡着了 是梦 虽然出了一身虚汗 但我身上依旧烫得厉害 两个体温 体温表竟然满格 42度 我成了昏昏沉沉的脑袋 赶紧吃掉了最后一颗布洛粉 如果再继续烧下去 我就算不被丧尸咬死 也肯定会因为心脏衰竭而死 我倒了倒药盒 消炎药也没了 打开手机 看到官方凌晨两点发来的短信 重要通知 我是丧尸爆发点 一维云城大学 现已确认 丧尸爆发与海洋军有关 且传染性极强 请广大市民不要使用任何海鲜产品 保护好自身安全 物与感染者进行任何接触 等待救援 丧尸爆发的第一天 因为发烧 我早把请假没去上课 笑医给我开了三天药 说如果还继续发烧 就得去医院挂水 刚回来 就看到寝室楼下停了辆120 被抬上车的女孩浑身是血 昏迷不醒 我定睛一看 竟然是隔壁寝室的小红 她怎么吐了这么多血 不会是什么传染病吧 别吓我 我昨天还吃了 她从老家带来的特产鱿鱼干 砰 刚启动的救护车 突然脱离主路 撞向了路旁的大树 啊 救命 吃 吃人了 随着救护车车门打开 浑身是血的小红 正如野兽般疯狂撕咬着身边的医生 受伤的护士 捂着脖子上的伤口跳下车 还没走几步便晕死过去 可是几秒后 她突然浑身静攒 整个人墨地弹起来 抓起身旁跑过的同学 疯狂撕咬 只是几分钟的时间 受伤的人越来越多 变异的人也越来越多 干净的校园逐渐被鲜血染红 耳边近是惨叫声和嘶吼声 我不敢多看 本能的加速往回跑 逃回寝室 我立即锁好门窗 不一会儿 原本安静的寝室楼 变得混乱喧嚣 尖叫声 嘶吼声已经从楼外转移到了楼内 我摊坐在床上 重重呼出一口气 翻出手机 立马给去上早吧的室友们发消息 丧尸爆发了 寝室楼目前不安全 你们快找地方躲起来 琪琪 周周 你一大早就看形势走肉 追到第几季了 我站在窗边 拍下了外面的恐怖景象 琪琪 卧槽 拽姐 体育馆这边出事了 我躲在休息室 注意身边是否有感染的人 赶紧找地方躲起来 琪琪 糟了 珊珊突然吐血了 拽姐 大概率要变异 你快逃 我的手机不断弹出 各个校园群发来的求救信息 校园广播也开始播放紧急避难通知 半个小时后 整个学校沦陷 半天后 晚上 我已经完全联系不上任何一个试用 躲在我们这栋寝室楼的人 拉了个幸存者群 群里只剩下十几个人 我发了一晚上烧 抱着唯一的一把水果刀 一夜昏昏沉沉 丧尸爆发的第二天 我接到我妈打来的电话 电话接通那刻 我听到她长长的舒了一口气 周周 坚持住 妈妈去接你 为了阻断 丧尸往全国扩散 云城的飞机 火车 高速 已经全面关闭 我不想让我妈冒险 她却说已经开车在来的路上了 我鼻子酸得厉害 末世到来时 唯一一个会不顾危险来救你的 可能就只有妈妈 我必须活下去 为防止寝室断水断电 我把所有盆子和桶都揭满了水 四个充电宝和笔记本电脑 也提前充满了电 我清点了寝室现有的物资 二包泡面 一包螺丝粉 三根火腿肠 一袋蛋黄派 三块巧克力和二瓶矿泉水 丧尸爆发的第三天 救援队迟迟没有到来 校广播也两天无人进行播报 寝室楼的幸存者群里 602寝室的三个人冒险出门找吃的后 再也没有说过话 501寝室唯一幸存的女生 发现自己开始疯狂吐血后 跟大家说了句再见 直接选择跳楼 群里今天说话的人数 已经减少到了6人 不知为什么 梦境里温宁变成丧尸的场景 总是浮现眼前 我犹豫再三 还是给她发了条消息 你还好吗 过了很久 没有回信 电影里所有的遗憾 都会有一个解释和结局 但生活里没有 末世更没有 窗外不知何时下起了大雨 明明上午还是艳阳高照的好天气 望天乌云万里 看地积水成渊 奇怪的是 那些淋了雨的丧尸动作 都变得异常缓慢 而且他们竟然一个个走到屋檐下 躲雨 暴雨似乎有种魔力 仿佛能让他们全部定格 我的体温又冲到了40度 退烧要没了 我只能不断用冷水给自己降温 然而物理降温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我不想在原地等死 我决定冒险去烫校医室 出发前 两天没人说话的学校幸存者群 突然弹出消息 桃园便利店的丧尸已经清理完毕 我班五人已到达 便利店食物和水充足 大门已封死 活着的同学请扣一 幸存的同学如能到达 可以到西南窗口 发消息的是我们班班长徐涛 校医室离桃便利店只有200米的距离 如果一切顺利 我就能跟班上的同学会合了 我在群里扣了个一 便开始准备离开的东西 水果刀和卫生间的扫把 成为我的临时武器 我把所剩不多的食物和水 放进包里 又带了一套能换的衣服裤子 我的寝室在三楼 楼道里不知道有多少丧尸 如果走楼梯下去 不知道能不能活着出大门 我深吸一口气 顺着有几个床单 绑在一起的绳子滑落至一楼 落地的那刻 我与站在一楼屋檐下的丧尸 四目相对 不是一个丧尸 而是整整齐齐一排 逃 腿比脑大快 我把腿就跑 喝 喝 周围不断传来丧尸的声音 奇怪的是 他们大多都在能躲雨的地方瞎吆喝 个别跑来 追我的丧尸 也由于动作太慢 根本追不上 我没空深究为什么 只是趁着大雨一路狂奔 笑医室在行政楼的二楼 大门口聚满了躲雨的丧尸 我绕到楼后 淋着大雨 顺着排水管往上爬 终于成功翻窗 进了笑医室 幸运的是 笑医室里没有丧尸 不幸的是 笑医室的门锁坏了 我小心地搬来桌子和椅子 挡住大门 深怕弄出太大声响 笑医室里的抗生素 没剩多少 退烧药更是没有找到 我只能拿了些其他的药品 酒精和纱布塞进书包 窗外的雨好像变小了 这意味着 我能离开的时间不多了 咚 吃呀 喝 透过架子 我看到刚才 用来挡门的凳子 滚落地面 有丧尸进来了 无处可逃的我 转身钻进了笑医的更衣柜 由于双肩包太大 我不得不把它丢在外面 赶紧关上门 我平住呼吸 紧紧攥着水果刀 透过衣柜的门缝 我看到丧尸一个 接一个地走了进来 一个丧尸 两个丧尸 三个丧尸 四个丧尸 他们在室内的步子 明显比外面那些淋雨的丧尸 要快得多 特别是其中一个 他步子很快 在要驾间走来走去 跟在寻找什么东西似的 找东西 难道是在找我 当我大脑反应过来时 那个丧尸 已经走到我藏身的衣柜 停了下来 世界安静的可怕 只有我心脏狂跳的声音 别停下 快走啊 我内心的尖叫 止不住丧尸 朝我转身的动作 是 柜门被打开 我与对面丧尸 四目相对时 直接一刀刺了出去 对面丧尸 伸手敏捷 反手按住我的手腕 周周 靠 丧尸说人话了 我抑制着自己狂乱的心跳 定睛看清了 对面丧尸的样子 温宁 喝 喝 其他三个丧尸 自压咧嘴 朝我聚拢过来 温宁顺势拿走 我手中的水果刀 干脆利落地解决了他们 可是 等等 刚才温宁明明跟他们 是一块进来的 那些丧尸 为什么不攻击他 温宁擦干净水果刀 才还给我 而他的左眼 不知何时染上了星红 他捂住左眼 不愿意让我看到 温宁 你 我没事 温宁不太想跟我说话 他从自己包里 拿出不落分 和对一线氨积分片 还有好几盒抗生素 全都放进了我的包里 一种退烧药 一天不能吃超过四次 如果还是高烧不退 部落分合 对一些氨积分片交替使用 旁边的诊疗室里没有丧尸 你可以先躲在那 锁好门 晚上别开灯 会引来丧尸 晚点我送吃的给你 从诊疗室顶上的窗口丢给你 任何东西敲门都别开 别乱跑 别去桃源便利店 那里很危险 温宁不给我提问的机会 嘱咐了几句便匆忙离开 窗外的大雨已经停了 丧尸再次陆续挤满校园 我躲进旁边的诊疗室 锁上门 幸存者群里 徐涛还在不停地发着消息 桃源便利店的丧尸 已经清理完毕 我班时人已到达 便利店食物和水充足 大门已封死 活着的同学请扣衣 幸存的同学如能到达 可以到西南窗口 学校幸存者群里的人越来越多 但他们在到达桃源便利店后 都没在群里说过话 班长徐涛给我发来私信 苏锦州 我看你扣了衣 你现在在哪 如果不能过来 我用无人机给你送点吃的过去 我们组织了救援小队 会尽快把你救出来 物资充足的便利店 现在看起来 确实是等待救援的最佳地点 可是刚才温宁说 那边危险 温宁 她现在到底是丧尸还是人 如果是人 为什么丧尸不攻击她 如果是丧尸 她为什么还能保持着理智 没有嘎罗网 我关了手机 没回徐涛消息 换掉湿透的衣服 我喝了药 抱着床被子 蜷缩在沙发上 夜色像快宽大的幕布 悄悄笼罩了整个校园 我不敢开灯 她灯光引来麻烦 黑暗中 不断攀升的体温 让我感觉快要陷入昏迷 我大口喝着水 希望自己能保持清醒 然而胸口一阵暖流上涌 吐 坏消息 我吐血了 好消息 只吐了一小口 平住了 吐血 意味着大代率要变异 我终究还是没能逃过去吗 妈妈 我吐血了 很快就会变异 别来云城 快点回家 到家了多买些需要的物资 准备些防身武器 妈妈 不要难过 你要勇敢地活下去 希望她在路上遇到麻烦 不得不返程 我闭上双眼 像是与整个世界擦肩而过 要不要给温宁说一声 她看到我变成丧尸 会不会难过 嗨 这该死的恋爱脑 丧尸可能都不爱吃 哗啦 一瓶矿泉水 从诊疗室墙壁顶部的通风窗口掉了进来 这是温宁离开时留给我的暗号 我握着水果刀 小心地开了门 然而来得不止温宁 她身旁的姐姐我认识 温宁的现女友 宋薇 宋薇也开始发烧了 我所有的药都给你了 呵 温宁真是做得一手好死 把药都给了前女友 带现女友来呀 我拿出包里全部的药递了出去 他们却没有要走的意思 你们先待在一起 也能有个照应 我得走了 温宁放下一大包食物和两根棒球棍 便急匆匆关门离开 宋薇吃了颗退烧药 又吃了份消炎药 便把其余都退还给了我 不用这么多 这些你留着 高烧让我已经没什么力气说话 只是抱着被子又窝回了沙发 我强称的精神没有闭眼 我怕闭上眼就再也睁不开了 该死的胜负欲 让我不想死在宋薇前面 谢谢你 宋薇的状态不太好 迷迷糊糊的找我搭话 不用谢 帮你的也不是我 其实我不是温宁的女朋友 她是我们科研组的跟踪对象 早在两个月前 沿海城市就出现了丧尸 他们感染了一种海洋军 会逐渐丧尸意识 变得残暴是血 当局封锁了消息 当地处理及时 没有造成进一步扩散 温宁是当时感染海洋军后 唯一一个免疫的人 回想两个月前 温宁确实跟导师 去了一趟海边城市A城 我还记得 她的导师在A城意外去世 难道 一个月前 温宁联系我说 她觉得自己身体有些不对劲 我们整个小组都赶到云城来了 两个月前 我们以为温宁是绝对免疫的 但上个月 我们在她的血液样本里 发现了海洋军变态体 温宁现在就像是一个宿主 她之所以没有变成丧尸 是因为她身体里的海洋军 认同她是自己的一部分 也是一个月前 温宁跟我提出了分手 我问她为什么 她搂住了站在她身旁的宋威 我们小组就地展开药物研究 只是一直没有突破 没想到一个月后 这里丧尸爆发 并且到达了不可控的地步 我给自己打实验阶段的药物 如果没问题 我也能达到免疫 如果有问题 我们研究组的人全军覆没 如果我活不过明天 请你传个话给温宁 让他去C城找我科研室的同事 他是目前唯一能结束 强烈的眩晕感袭来 我拼命睁开双眼 却还是架不住沉重的眼皮 宋威的声音逐渐飘渺 我沉沉地合上了眼 温宁 为什么骗我 早知道今天是最后一面 我应该不管不顾地报告她的 丧尸爆发的第四天 我从冗长奇怪的梦境中惊醒 看了看手机时间 已经是中午十二点 我没死 也没变成丧尸 我退烧了 头也不晕了 劫后余生 宋威 快醒醒 中午了 你得吃点东西 才能尽快好起来 我轻轻推了推宋威 她却整个人僵硬地倒了下去 宋威没有变成丧尸 但是她死了 我把她的身体重新扶正 拿来诊疗室里干枯的花 放在她身上 对不起 昨天才重新认识你 我给温宁发消息 告诉她宋威的死讯 又给妈妈发消息报平安 我等了很久 没有收到任何回信 哄 外面传来巨响 我爬上靠着墙壁的桌子 从顶部的通风窗往外看 一架直升机直直砸落地面 桃源便利店的大门 因为爆炸被毁 烟尘中一群丧尸乌泱泱的蜂拥而出 这些丧尸跟我起初见到的不太一样 他们身上 头顶上长出了大量 如同肿瘤般的东西 我清晰地看到这些肿瘤 被大量丝状物缠绕 有些肿瘤溃满 爬满了如同八爪鱼般诡异的触手 呲呲 咔咔 我甚至听到了那些肿瘤上触手发出的声音 我不可置信地揉了揉眼睛 桃源便利店距离我这有200米开外 近是400度的我 视力核实好到了这个地步 我再次朝桃源便利店望去 视线变得更加清晰 我甚至能透过窗户 看到里面的情况 这些丧尸的移动速度很快 所过之处传来幸存者的惨叫 我们班的班长徐涛 除了双目星红 并没有其他什么变化 他周围围着许多头上 长满肿瘤的丧尸 那些丧尸并不攻击他 更像是在等着他发号失令 幸存者将前往图书馆 食物和水椅全部转移 活着的同学请扣医 幸存的同学可以提前联系我接应 就在消息发完几秒后 一个女孩被几个丧尸 推到徐涛面前 我认出女孩是细花乔妮 她浑身颤抖 不停求饶 徐涛不说话 只是笑了笑 她步步逼近乔妮 低头给她深深一吻 末日爱情故事 不 徐涛嘴里吐出了许多处须 他们像是有了生命般 钻进乔妮的嘴里 乔妮的眼神从痛苦转为空洞 她的毛子逐渐染上血色 她脑袋瞬间炸开 生出巨大肿瘤 肿瘤上的触手在空气中诡异摆动 她变异了 可惜 是你自己不争气 我准备给你留个好看的皮像的 随后不少幸存没有变异的同学 都被拽到了徐涛跟前 有些被她转化变异 有些直接成了乔妮的口粮 随着一个个同学倒下 我看到了温宁的脸 她被抓了 她身旁一个丧尸 嘶嘶哈哈的 像是在说着什么 徐涛捂了捂鼻子 这个味道确实不太好 你到底变成什么东西 不过无所谓了 谢谢你到处给生还者送物资 才让我拥有了更多的高级变异体 既然不能为我所用 那就杀了吧 新世界会记得你做出的贡献 哄 又是一声爆炸 桃园便利店因为爆炸摇晃了几秒 头 有军队来了 兄弟们 建立新世界的机会来了 徐涛带着她的丧尸大军转身去迎战 受伤的温宁被捆住手脚 丢在了即将崩塌的便利店 我得救她 我抄起地上的棒球棍一路狂奔 楼下的丧尸对我围追堵截 但他们根本追不上我 迎面来的变异丧尸喷出巨大的触手 被我一棍挥断 我的心脏狂跳 充满了血腥味的空气令我作呕 我惊讶自己爆发出的力量和速度 杀疯了的我 有惊无险到达桃园便利店 奄奄一息的温宁 看着满身血字的我 惊讶极了 我迅速切断她手脚的绳索 看了眼身后越来越近的丧尸 拽着她就逃 去五号教学楼 二楼办公室应该是安全的 温宁赶不上我的速度 身后的丧尸杀也杀不完 再继续下去 我们都得死 为了甩开丧尸 我在温宁震惊的目光中 扛起她一路狂奔 当我们终于到达 五号教学楼二楼的办公室时 我才发现温宁不知何时闭上了双眼 温宁 温宁 温宁没有回应 她的脸上若隐若现 流动着蓝色的光阴 像是有什么东西 在她的大脑里乱窜 只是几秒 光阴消失 她的脸色又惨弱死状 我抵着门 整个人贪坐在地上 周周 放心 我死不了 温宁费力的伸手摸了摸我的头 我瞧见 她胳膊上的伤口 肉眼可见的在愈合 温宁 你别闭眼 宋未让你去C城 你还要活着拯救世界 救援的军队来了 你听外面的轰炸声 我们只要逃出学校 就有救了 温宁伸手摸了摸我的脸 别怕 如果我醒不过来 现在的你 一个人也一定能活下去 温宁的手无力的垂落 再次晕了过去 丧尸爆发的第五天 爆炸声和枪声依旧持续 学校的各种幸存者群里 没有了任何消息 我握着棒球棍守着门口 一夜未眠 已经两天没有收到妈妈的消息 我再次发消息给她报平安 也祈祷妈妈能平安 丧尸爆发的第六天 我撑不住睡了一会 但我睡得并不踏实 我总是梦到自己 变成了头顶肿瘤的丧尸 一次次从噩梦中惊醒 一次次从手机屏幕的倒影里 确认自己没有变异 再醒来 雨声已逐渐覆盖了枪炮声 不少丧尸又开始找地方躲雨 校园里只剩那些 头顶肿瘤的大脑袋 丧尸在雨中横行 大雨没有影响他们 他们像叠了buff一样 行动速度更快了 傍晚的时候 温宁终于醒了 她的左眼红得厉害 身上的伤口已经差不多痊愈 周周 我饿 我顿时铃声大作 握紧了手里的棒球棍 温宁现在到底是想吃人 还是想吃人 周周 吃火锅吗 她说着稍微挪了挪沙发 从沙发后面摸出一盒 海底捞自热火锅 看到她左眼的血色逐渐退去 我才稍微松开了棒球棍 丧得要死不做饿死鬼的原则 我们狼吞虎咽的吃了顿饱饭 幸福总是后知后觉的 曾经我跟温宁 不止吃过一次火锅 但那时我从没意识到 那些日子的价值 我一直以为 我们的人生还很长 我们还能吃无数顿火锅 直到丧尸爆发 才发现生命的终结 不过短短几秒 窗外又响起猛烈的枪炮声 无数头顶肿瘤的大脑袋 丧尸像是受到了某种召唤 朝着枪炮声的中心地带跑去 就连那些在建筑物下 避雨的低级丧尸 也缓慢地朝着同一个方向走去 刚才我和温宁一直讨论着 如何离开学校 我想现在就是最好的时机 五号楼里的丧尸 已经全都跑光了 我站在楼顶观察 最佳的出逃线路 现在战斗最激烈的是 图书馆附近 那边不能去 学校大门 有十几个头顶肿瘤的丧尸 来来回回 像是在巡逻 最后我们决定绕行 从学校后山的小路出去 一路上 我凭借着一遇常人的势力 和高度敏锐的听觉 躲过了一个又一个 头顶肿瘤的终极丧尸 学校外的世界 已经是一片废墟 破败的商店 黑洞洞的居民楼 毫无人烟 在寻找宋薇停在校外的车时 我们碰到一对全副武装的士兵 当他们发现 我们是活人时 震惊不已 我们小队在执行任务 不能护送你们离开 你们可以一直往云城西边走 那里建立了隔离区 只要检测合格 你们就能进入了 过两天 会有车送你们去 其他城市的安置点 趁着下雨 尽快离开 祝你们平安 也祝你们平安 我和温宁 加快了脚下的步伐 宋薇停在校外的车 早已面目全非 门板凹陷 玻璃全部碎裂 好在只是外观受损 汽车还能成功发动 我俩趁着雨还没变小 甩开身后追来的士群 一路狂奔 渐渐的 我发现这大雨 不仅能降低低级丧尸的速度 还能加速他们的进化 我亲眼看到 有些淋了雨的丧尸脑袋上 突然长出巨大的肿瘤 在他们蜕变成终极丧尸后 路过的我们 顿时成了他们追逐的目标 坐稳了 话音刚落 温宁猛打方向盘 一脚油门下去 我猝不及防地歪到门上 喝 四 砰 撞开头顶肿瘤的终极丧尸后 我们的车因为冲击 撞上了附近的废弃车辆 刹车后 温宁又是一阵猛踩油门 加速 飞驰 温宁专注地开着前方的线路 她紧握着方向盘的手 由于用力已经轻轻抱起 回头望去 被撞倒的丧尸们扭曲着爬起 蜂拥狂追 在经历了三小时的生死时速后 我们终于在晚上到达了隔离区 大雨停了 隔离区附近一片漆黑 温宁的车开得很慢 但一直开到大门口 我们都没遇到职守人员 我隐隐觉得有些不对劲 甚至怀疑温宁是不是开错了路 我拿出手机 看下妈妈几天前发来的定位地址 确实是这里没有错 推开隔离区的大门 我终于看到了几个穿着迷彩服的人 安全了 我们终于安全了 然而我还没来得及开口 就见他们以诡异的姿态转身 双目星红 兴奋地冲了过来 丧尸 这里好像沦陷了 也许是因为血肉的气息 越来越多的丧尸 从不知何处跑了出来 为了躲避丧尸群 我和温宁像无头苍蝇般跑着 在经过加油站的便利店时 我的胳膊被突然伸出的手拽了进去 砰 大门被顺势关上 猝不及防 周周 妈妈 快开门 温宁还在外面 不行 来不及了 她被丧尸咬了 我妈按着我的胳膊不让我开门 妈妈 她是免疫体 她不能死 我把温宁拽进来时 我妈用菜刀砍断了即将追进来的丧尸 关门 上锁 蜂拥而至的丧尸开始疯狂递砸门 好在这里的大门提前经过了改造加固 原本两扇的门只留了一扇 我熟练地搬来便利店的收银桌子和货架抵住大门 五分钟后 门外撞击的声音才逐渐消停 十几分钟后 门外的丧尸彻底没了动静 妈妈对温宁不放心 一直警惕地看着她 我想放松神经 大脑却始终高度紧绷 强烈的窒息感让我喘不过气 周周 别怕 妈妈在这 在倒进妈妈怀里的那一刻 我常常舒了口气 原来傍晚时 隔离区就已经出了问题 当时一切还在可控范围内 军队当级队还未撤离完毕的平民 进行了紧急疏散 车辆有限 隔离区就沦陷了 妈妈的手机也在逃跑过程中遗失 为了联系上我 她辗转来到加油站 因为这里有坐机电话 到了这 我才发现坐机的线坏了 我只能不停地向老天祈求 祈求你平安 祈求我还能再见到你 妈妈 这一夜 虽然外面传来丧尸呜呜呜的声音 但躺在妈妈身边 我没有再做噩梦 梦里我回到了小时候 高烧不退的我在使劲咳嗽 妈妈一遍又一遍地 用热水擦拭着我的额头 可是擦着擦着 我看到自己脑袋上 鼓出终极丧尸脑袋上才有的肿瘤 小小的我突然惶恐起来 妈妈 我就要变成丧尸了 妈妈 妈妈一把抱着我 不会的 宝宝别怕 关公的大刀转啊转 斩断病痛和灾难 关公的江袍绕啊绕 驱走危险和不安 从不迷信的妈妈 为了让我早日康复 寄希望于神灵 就在她念念有词间 我脑袋上的肿瘤消失了 我退烧了 我痊愈了 在亲眼看到 温宁胳膊上的丧尸咬伤愈合 根本没有变异后 妈妈才算相信了我昨天说的话 她面色凝重地看着我 周周 你们得走了 我不明白 该走的不是我们吗 周周 我已经坚持不了太久了 妈妈扯开领口 一道丧尸的抓痕清晰可见 伤口已经溃烂 甚至长出微小的触手 我能清楚地感觉到自己在变异 附近有一个高级别的丧尸在召唤我 她正带着一大批丧尸往这边来 我不知道自己还能坚持多久 宝宝 我们一起走 你看温宁 我们现在一起去C城的实验室 研究出解药你就能好的 要不 温宁借我点血 我强硬地拽来温宁的胳膊 掀开她的袖子 却赫然发现一道刀伤 低头 我看到桌边杯子里干涸的血迹 我扭头看向温宁 想要得到她的回复 不是我想的那样 对吗 温宁低头 避开了我的视线 宝宝 让妈妈再抱抱你 我抱住妈妈的瞬间 她用搂着我的手敲晕了我 妈妈 我想喊 却喊不出声 我的世界一片漆黑 汽车飞驰的轰鸣声将我吵醒 此时我被绑在汽车的后排座位上 温宁透过后视镜跟苏醒的我对上视线 她的眼神中闪过一丝错愕 竟然是长久的愧疚 你怎么醒得这么快 对不起 周周 温宁说着猛踩了一脚油门 我摇摇晃晃地坐着身体 回头朝离去的方向望去 丧尸大军浩浩荡荡地涌入隔离区 妈妈静静站在停车场中央 不躲也不走 在丧尸群中 我看到了徐涛 她如同王者般向我妈妈伸出了手 欢迎你加入新世界 哄 几乎是同一瞬 妈妈按下了手里的打火机 漫天火光涌进我的眼眸 压迫着我的每一根神经 我只觉得眼睛有千斤重 我拼命抹着眼睛上的泪水 却再也看不清火光中妈妈的身影 妈妈 我声嘶力竭 我泪如雨下 我哽咽地想要吞咽 喉咙却失去了起伏的勇气 整整一天 我们只是碰到几个游荡的丧尸 再没遇到过丧尸群 温宁找了个相对安全的地方 补给停留 吃点面包吧 等往前看看能不能找到其他吃的 我拒绝吃饭 拒绝喝水 我坐在车的后座 如同一具行尸走肉 阿姨给你留了封信 我缓缓转头 是以温宁摆信给我 她却撕开了面包包装 拧开了矿泉水的瓶盖放在我面前 把面包吃了 把水喝了 我再给你 乌云在天空游异 遮住不太浓烈的日光 我杀气腾腾的跳下车 跟温宁打了一架 都是你昏迷不行 我当时就该直接丢下你 反正你也死不了 我只要提前两天到达隔离区 就能跟妈妈会合了 她等到我就会坐上车离的车离开 她就不会死了 我一拳又一拳的砸在温宁身上 她却根本不还手 要是我不给妈妈报平安就好了 妈妈以为我死了 就能提前离开了 温宁从口袋里拿出纸条递给我 看完了 你要乖乖吃饭 宝宝 对不起 妈妈不能再陪你了 你要好好吃饭 努力的活下去 爱你的妈妈 丧尸爆发的第八天 手机没了信号 我们彻底跟外界失去了一切联系 在把温宁抱揍一顿后 我找回了一点理智 昨天 对不起 温宁揉了揉自己亲子的黑眼圈 毫不在意 没关系 不过下次别再打我脸了 嘘 你听 有丧尸 而且不止一个 是一群 快走吧 温宁拉住我 摇摇头 来不及了 车里的油只够跑到C城 如果出了意外 我们甚至到不了C城 温宁从后备箱里 找出一件防护服递给我 快穿上 我 你还记得行尸走肉里 他们是怎么躲避丧尸的吗 穿好防护服的 我突然好像明白了温宁的意图 我顿时有点想吐 那是电视剧好吗 不 孙薇他们的团队已经实验过 那是个可行的办法 温宁把车歪进了路边的草地 做出一副废弃车辆的样子 她凭借着自己 不会被低级丧尸攻击的优势 很快提来了一大桶丧尸酱 哦 空气里的腥臭味让我作呕 再看看那一桶丧尸酱的样子 我实在没忍住 对着地面一阵狂吐 坚持一下 温宁压根不给我适应的时间 她拿了块擦车膜布 站着丧尸酱在我的防护衣上狂吐 我强忍着胃里的抽动 闭上眼不去看 但是视觉冲击减少后 嗅觉和听觉仿佛更加敏锐了 哦 我又很干脆地吐了一次 温宁 你怎么忍得住 温宁吸了吸鼻子 可能是因为我变异了吧 这味道对我来说不难闻 肌肉味 嘎崩萃 我把胃里的酸水吐干净后 已经没有东西可吐了 温宁三下五除二 将我顺利伪装成了一个丧尸 稍微忍忍 只要不被高级别的丧尸发现 我们就能等着波尸潮过去再出发 不远处已经开始尘土飞扬 我知道是尸潮过来了 我顶着一身令人作呕的丧尸酱 学着低级丧尸的游荡步伐 靠近了两个正缓缓前行的丧尸 他们扭头看了我一眼 竟然停下了脚步 不会不起作用吧 温宁 要是老娘被丧尸咬了 第一个就吃了你 喝 喝 两个丧尸对着我嘶吼两声 倒是没有什么要攻击我的动作 眼看着实验成功 我大气都不敢多喘一下 我僵硬着步伐 跟着温宁往回走 喝 喝 一直到那两只丧尸走远 温宁才严肃的低声开口道 这里的丧尸进化了 他们刚才问你美女 有没有男朋友 你没理他们 他们就一顿骂骂咧咧的走了 大哥 都什么时候了 这个冷笑话 真的不好笑 温宁在感受了 诗群中间最危险的 高级丧尸的存在后 带着我往诗群 会经过的边缘范围走去 温宁的预判没错 我站在诗群边缘 没有任何一个 丧尸发现我其实是个 活生生的人类 这些低级丧尸里 有穿着我们学校运动服的学生 有穿着迷彩服的救援队 云城过来的诗群 我朝诗群的中心点望去 那里有整个诗群 最高级别的存在 徐涛 他不是死在 隔离区的爆炸中了吗 徐涛像是敢知道了什么事的 突然扭头 与我四目相对 我赶紧低下头 错开了视线 没发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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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到整个诗群 逐渐远离 我才停止了心里的默念 周周 该走了 他们应该也是 要去C城 我们得出发了 云城通往C城的高速被炸毁 远远还能看到 残崖断壁上的废弃车辆 国道上也是一片狼藉 我们的车 已经无法继续往前开 为了去C城的实验室 我们汽车不行 沿路我们看到 不少面目全非的尸体 C城好像也变成了一片废墟 进城前 我又穿上了那件 丧尸酱防护服 温宁嫌味道不够 硬是又给我多加了厚厚一层 周周别动 加量不加价 哦 不知为什么 徐涛那冷力的目光 一直反复出现在我的脑海里 温宁 我感觉徐涛刚才发现我了 他跟我对视了 温宁沉默了几秒 也许只是你的错觉 没有信号 没有网络 手机导航根本无法使用 但温宁好像对C城的路挺熟悉的 你之前来过这里 温宁点点头 我以为他是跟宋威一块 来过C城的实验室 谁知过了一会 他淡淡的开口道 记得前年你过生日时 我买给你的那个蛋糕吗 记得 我当然记得 那天我们约好了一起吃晚饭 他迟到了 记得你喜欢的那个烘焙博主吗 我看你天天看他视频 看得流口水 就联系了他 他在C城 那个蛋糕就是他做的 你生日那天 我开车过来取的 过去的回忆 他突然攻击我 从云城到C城 驱车来回的八小时 温宁根本没有给我讲过 这蛋糕的由来 那天我还怪温宁回来晚了 迟到了 我突然觉得头好痒 好像又要涨恋爱脑了 我们好不容易在C城一个书店里 翻到张地图 没有了车 我们便找了两辆小蓝车 如果没有意外 汽车过去大概半小时 然而没有意外的时候 意外就来了 砰 随着一颗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 在我们脚边炸开 一道白色的烟雾 扩散在空气里 我闭上眼前 看到温宁也晕了过去 再醒来 我已置身于一个 四面白墙的房间 身上的衣服 也被换成了干净的衣服 我用来防身的水果刀 和棒球棍全都没了 拉开身旁的床头柜 里面什么也没有 我想从窗口看看外面的情况 却发现这窗被封死 还是个内窗 是 房门被打开 我警惕的转身 门口走进来一个 穿着白大褂的女人 她身后还搁了两个 手握不枪的男人 你好 苏锦舟 这里是C城第一院的 附属实验室 我是宋威的同事 刘若雪 什么 早说了 我和温宁 不就是来找你们的吗 不用迷晕我们 我们自己就会跟着来啊 温宁在哪 刘若雪顿了顿 温宁已经在准备实验了 谢谢你一路以来 对温宁的帮助 我们也会按照温宁的要求 今天就把你送进安全区 安全区 什么安全区 我可以留下来的帮忙的 温宁的实验什么时候能结束 从刘若雪的口中 我得知现在丧尸爆发 已经蔓延至全球 一切都要从几年前 小樱花排放核污水开始 最开始 该事件遭到全球反对 所有人都在谴责小樱花的恶行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关系到全人类命运的这件事 变得无人关注 随着海洋环境重度破坏 海洋生物开始了疯狂变异 就连海底深处的细菌 也发生了变化 当人类使用了那些携带 有变异海洋菌的海鲜后 原本属于深海的海洋菌 终于踏上了人类的大陆 这是大自然的反扑 是对全人类的惩罚 更恐怖的是 全球各地的丧尸变异 源于不同的海洋菌 这也是为什么丧尸 进化出了非常多不同的种类 而温宁 只是对那么多种丧尸中的 某一类免疫 也就是说 即使通过温宁的血液 成功研制出疫苗 也仅仅只能免疫 某一类丧失感染 我国现在建立了十个安全区 并不是所有人 都能进入安全区的 你要好好珍惜温宁 帮你换来的机会 那温宁呢 他的实验什么时候结束 我什么时候能再见到他 刘若雪的眼中 划过一丝惋惜 经过检查 温宁体内的海洋菌 变态体 已经形成一个独立的军团 你可以理解为寄生 位置在他的心脏上 他已经被推送手术室了 什么手术 你们要切除他的心脏 那他还怎么活 此刻在刘若雪眼中的 我肯定是个愚蠢的大学生 心脏拿掉了 人怎么可能活呢 温宁签了手术同意书的 苏小姐 你该离开了 刘若雪给我准备了 一日的食物和水 派他身后的一名男子 送我出去 走出房间 我的双脚好沉 我看了眼墙壁上的 紧急疏散图 下定决心 转身跑了回去 姐姐 求求你 能不能让我再见温宁一面 最后一面 对不起 不行 小王 送周小姐出去 刘若雪不想被我纠缠 低头快步离开了 我跟着小王往楼下走 我专注地在这实验楼里 分辨着刘若雪离开的声音 小李 我们现在去手术观察间 准备好防护服 是 刘主任 我追随着刘若雪脚步生的方向 手术室应该在三楼靠南边的位置 我开始假装 再也见不到温宁伤心抽气 在路过走廊的消防设施时 我猛地撞破玻璃 我抡起里面的灭火器 就朝小王的脑袋砸去 小王刚举起枪瞄准我 还没扣动扳机 整个人便倒了下去 抱歉 唾不得已 我捡起他掉在地上的枪 一路小跑去了三楼 第一次拿枪 比想象中要重得多 我不想动静太大引来麻烦 直接举着枪砸晕了几个看守 当我冲进手术室时 温宁已经被打了麻醉 躺在了准备台上 不许动他 手术台上的几人 纷纷扭过头来看我 好几只枪 齐刷刷的顶在了我的脑袋上 靠 谁家手术室里 要占拿枪的人 门口那一堆安保 难道都是摆设 滴滴滴 手术室污染警告 不知道这警报声意味着什么 但我看着全体手术人员 撤出了实验室 手术被中断了 刘若雪没有杀我 我的双手被靠住 两个人高马大的安保 用枪抵着我将我送上车 苏锦舟 别再冒险了 牺牲一个温宁 有可能换回全人类的安全 你不能成为人类未来的罪人 可是你也知道 温宁的死根本换不回人类的未来 刘若雪漠然 他当然知道 我说的都是大实话 哪怕只有1%的希望 我们也必须继续向前 苏锦舟 祝你平安 他不再理我 挥了挥手 是一车辆发动 车越开越远 实验基地的大楼 逐渐消失在了我的视野里 我将前往距离 C城最近的安全区 张哥 这路上怎么一个丧尸都没有 可能因为昨天的巡逻队 清理了这片区域 寒风吹乱树梢 惊起飞鸟 空气里的腥臭味越来越重 有丧尸要来了 不止一个 也许 我能趁乱回到实验基地 呵 呵 有一群丧尸 负责开车的大哥 瞬间神经绷紧 用枪抵着我的两人 很快转移了目标 开始对丧尸群射击 第一级丧尸很快倒下 但头顶着肿瘤的 中级丧尸越来越多 我靠 张哥 那是什么东西 应该是其他感染类丧尸 C城还没出现过 不行啊 打他脑袋根本没用 哒哒哒哒 老王 开快点甩开他们 正面杠我们要玩 好 站稳了 枪声夹杂着丧尸的嘶吼 越野车在路上剧烈摇晃 我趁乱扶低了身子 用尽全身力气 拽断了手铐 小心 砰 车子在撞上一个高大的 终极丧尸后 旋转着冲了出去 砰 啊 三个跟我一车的男人 全都被终极丧尸脑袋上 的触手拖了出去 我敲摸摸转身 却对上一双星红的眸子 好久不见啊 苏锦舟 徐涛笑眯眯的望着我 对视的瞬间 我感觉全身僵硬 已经无法动弹 甚至没法开口说话 我果然没有看错 作为人类的你 进化了 但你的力量还是不够吧 闷宁甚至就要死了 苏锦舟 你想救他吗 我还没转化过 进化后的人类 我相信你将是我最完美的作品 苏锦舟 新世界将赋予你力量 四 痛 随着徐涛的触手 逐渐离开我的身体 我感觉毛子渐渐染上泄色 哦 我恶心极了 我伸手摸了摸自己脑袋 还好 没有变成头顶肿瘤的怪物 一阵眩晕后 我逐渐拿回身体的控制拳 我的脑子渐渐清醒过来 好消息 我好像叠加报复了 坏消息 我现在就算不抹丧尸酱 身上的味道也令人作呕 一个终极丧尸提来 才杀死的人向我示好 是刚才车上的张哥 看来我的等级在终极以上 我看着死去的张哥 胃里又是一阵抽动 我发现自己对血肉 没有多大的兴趣 只是想吐 徐涛满眼欣喜地看着我 完美 太完美了 苏锦舟 新世界欢迎你 想起母亲的死 我现在只想掐死他 也许是我眼神太过凶狠 徐涛向我伸出的手 悬在了半空中 我看着他眼里的欣喜 变成了恐慌 他不能动了 甚至不能说话 所有终极丧尸都跪了下来 向我俯首称臣 我没空理徐涛 我得先去救温宁 我站在实验基地外围 搜寻着温宁的气息 身后传来细细缩缩的声音 哇 我们的新王好撒 要不是等级压制 我早想离开徐涛那个傻逼了 还好新王来了 我以为自己产生幻觉 回头看时 发现刚才的丧尸群 全都跟着我 突然想起 之前遇到的两个游荡丧尸 温宁说 他们在跟我打招呼 我当时以为他在逗我 现在想来 他们可能真的在说话 身后的士群见我回头 一个个一脸猛逼的瞅着我 也许是因为变成了丧尸 看着他们 反而多了几分亲切 啊 是血肉的味道 不行 我忍不住了 兄弟们 冲啊 开饭了 丧尸们乌泱泱地往实验基地走去 实验基地一片混乱 我泰然自若地走进手术室 温宁依旧安静地躺在这里 他身上没有手术伤口 麻醉没过 人还未清醒 我直接扛起他 准备离开 刘若雪为了躲避丧尸 逃到了手术室 苏锦舟 也许是被我新红色的毛子吓到 他步步后退 声音明显颤抖起来 嗯 是我 温宁我带走了 刘医生 你从西边的出口走吧 那边暂时安全 我脱离了丧尸群 漫无目的开着车 温宁一直到晚上才睁开了双眼 他躺在后排座位上 麻醉还没彻底清醒 美女 温宁说着 还对我吹了个口哨 够了 温宁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油 美女 你的美瞳好漂亮 能把链接发给我吗 我想买给我女朋友 她一定很喜欢 我从后视镜里看了温宁一眼 你女朋友是谁 她突然傻笑起来 我女朋友叫苏锦舟 也是个大美女 傍晚 我找了个相对干净的房子落脚 屋子的客厅里 摆放着原主人一家三口幸福的合照 夫妻俩很年轻 他们的孩子是个大约三岁的小姑娘 谢谢你们的房子 祝你们平安 温宁躺在沙发上 机里咕噜地说着胡话 我肚子好饿 在房子里寻找着能用的物资 两个月前 温宁疯狂地给我推送末日求生视频 还带着我做了许多末日求生中能用的东西 比如现在 我用一大一小两个奶粉罐做的柴火炉 厨房里还有不少矿泉水 素食面 火腿肠和素疯了的卤鸡腿 看来这家人离开时走得很急 很多吃的都没带走 我用柴火炉烧了水 泡了面 泡面的味道还是一如既往的香 可是我吃进嘴里 没有任何味道 我不甘心地开了一袋卤鸡腿 咬下的瞬间恶心到想吐 我又看向火腿肠 这次没吐 但依旧尝不出任何味道 周周 我怎么在这里 这是哪啊 实验这么快就结束了 他们的实验有进展吗 温宁彻底清醒了 你怎么变成丧尸了 不过还好 你脑袋没有长出出手 不愁 我不嫌弃你 好气 他到底是在安慰我 还是在恶心我 对呀 你现在被我抓了 是我的储备口粮 实验基地没了 一秒研制失败 温宁 你真的好难问 什么免疫体 那些丧尸 真的是嫌你太臭 不稀罕吃你 还有 你身体里的那个海洋军变态体 耸了一批 怪不得你不能变异 丧尸爆发一年后 人类数量锐减 随着丧尸的高度进化 他们逐渐形成了新的社会 有些高智商丧尸 甚至混进了全球各处安全区 导致人类同盟分裂 这个世界好像没救了 这个世界好像又获得了新生 我和温宁辗转回到了他山里的老家 他的爸爸妈妈全都变成了丧尸 他们看到温宁时 激动极了 在发现我是丧尸王级别的强者时 更是骄傲地跟左邻右舍夸赞 在丧尸邻居们的见证下 我和温宁结婚了 丧尸爆发两年后 温宁的父母去世了 原来丧尸也会有自然的生老病死 而人类一直没有停止 对丧尸疫苗的研制 丧尸爆发的第三年春天 我发现我怀孕了 我属于丧尸的特性 再一点点退去 我吃东西又开始有了味道 我感觉自己 好像快要变回普通人类了 为了孩子的安全 我和温宁再次搬家 外出采买物资时 我们再次遇到了刘若雪 他盯着我的肚子震惊极了 你怀孕了 我歪了歪头 保持着防备 刘医生 你进化了 我怀孕的第三个月 人类军队带着科研人员 出现在我和温宁面前 失去丧尸王力量的我 已经完全没了反抗的能力 温宁最后抱了抱我 周周 这三年时光 是我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光 你别找我了 保护好自己 周周 坚强起来 你要记住 你永远不是一个人 我一直以为是刘若雪出卖了我 直到我生产那天出了问题 他隐瞒了我和孩子的身份 把我们送走 丧尸爆发的第五年 人类研制的丧尸疫苗实验成功 部分丧尸感染 已经有了可控药物 温宁被追封为烈士 他的名字被载入人类史册 有些丧尸 为了回到人类家人身边 主动接受了药物治疗 有些丧尸 已经接受了自己新的身份 不愿再变回人类 丧尸社会和人类社会 在交战多年后 在和平丧尸 及和平人士的共同努力下 达成平战协定 丧尼 你跑慢一点 我和温宁的女儿已经两岁了 在生下丧尼后 我又变回了丧尸王 而我的女儿成了新人类 随着新人类的不断涌现 我不用再担心丧尼的安危 我带着丧尼 搬进了丧尸和人类的混住社区 思宁三岁生日那天 我寻着记忆 做了当年温宁 从C城给我带回来的那蛋糕 妈妈 我今天看到爸爸了 什么 在电视上吗 不是 他在我幼儿园门口 我喊他 他就跑掉了 第二天 我在思宁幼儿园门口 成功堵到了温宁 他头发花白 拄着拐杖 没了一条腿 他看到我 拄着拐杖转身就逃 温宁 周周 既然还活着 就快回家吧 温宁经历了成千上万次实验 他说跟他一起参与实验的免疫体 全部死了 我不知道 他到底是用了多大毅力 才活到现在 温宁不愿意出现 因为他的生命即将走向终点 不想让你和思宁再伤心 一个月后 温宁住进了刘若雪所在的医院 自从人类与丧尸的停战协定生效后 将人类转化为丧尸 就成了违法行为 但现在 我已经管不了那么多了 周周 温宁已经快不行了 如果你做好准备了 就现在吧 刘若雪说完 便关了病房的门 我低下头 给了温宁深深一吻 我口中的血液 缓缓流进温宁的口腔 在他失去人类呼吸的那一刻 他再一次醒了过来 睁开眼的温宁 就像喝了假酒一样 美女 你有男朋友吗 晚安